它在体力很低的时候会突出皮卡丘进行攻击 先来看看体力正常时候的版本 下面是低体力版本 最后进阶版本来了 真的会玩到停不下来 对了 古月鸟我还想起来 本来它的招式是没办法穿墙的 但我们看到了很多训练家的意见 最终还是决定保留穿墙的设定 很多玩家基于这个设定发明了很多玩法 我还刷到了不少绝活哥的视频 给我们挺多惊喜的 走 吃饭